雖然藥力很強,但是劉先生仍然覺得很痛。 家庭醫生跟我們說,姑息性鎮定是下一個步驟。 他將會得到睡眠的藥物,他可能在兩星期之內死亡。 這個不是因為藥物,而是因為這個疾病。 我們之前說過緩和鎮靜,不知道你現在怎樣想? 這麼快就來到這一天? 真是很…想起也很難,不知道怎樣去做, 又不知道怎樣跟他說,真是很困難。 我們都不知道怎樣做好了。 我老爸以前,他說不愛安樂死, 你這樣給他藥物吃就跟安樂死沒有分別嗎? 他說他不要。 其實換藥真正和安樂死有很大的分別。 安樂死就是我們給藥物刻意要一個人的壽命立刻終結。 而滿藥真正呢? 就只是將一個人令到他睡覺。 如果一個人去動活期的時候, 他身體很辛苦, 我們沒有其他藥物可以去減輕他的痛苦, 我們會令到他睡覺, 那就不會覺得他那麼辛苦。 但因為他的病情已經那麼重, 他的壽命不會很久。 如果他睡著覺, 不會那麼辛苦, 他在睡覺的期間, 他自己會失去壽命, 但不是因為他藥物的緣故, 而是因為他病的緣故。 這是最主要的分別。 換藥真正和安樂死對於我來說都一樣。 兩個都是要用藥, 不就是死不回來。 有什麼分別? 我爸爸曾經跟我說過不想安樂死, 所以我們一定會贊同你們這個方法。 我聽醫生說換藥真正和安樂死是不一樣的。 我也有試過跟爸爸談安樂死, 他有什麼意見。 他就說, 不要啊, 這件事他不想要。 因為人應該要向前望, 有生命, 而不是死亡。 聽他這樣說, 他也有他的道理。 但是, 看他那麼痛, 我們是否應該要跟他談多次呢? 或者他會明白到, 換藥真正是另一件事。 我知道我妹妹和我想法不一樣。 我妹妹比較偏向醫生, 她聽醫生說。 但是我聽我爸爸說, 我希望跟回我爸爸的意見。 但是我也知道, 我爸爸現在的情形是很痛苦。 也很辛苦。 所以我也覺得這件事很困難。 難道我們真的要重新考慮這件事? 如何走下一步? 好嗎? 對嘩。 好嗎?